本届世界杯 本届世界杯对于克罗地亚而言 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然而正所谓福西或索福 杀尽四强的克罗地亚队 也迎来了一波闹心的不愉快事情 先是后卫大将为党 法不一丝挑衅俄罗斯的敏感政治言语 而被菲特介入调查 此事若属实 维达可能会被禁赛 从而让克罗地亚在半决赛中陷入被动 除此之外 在克罗地亚队身上 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闹心事 第一件便是 克罗地亚后卫大将洛夫伦 在八分之一决赛与丹麦的比赛中 克罗菲散入伤饮料 结果导致了克罗地亚足血 被罚七万瑞士法郎 约合人民币四十七万人民币 据悉 因为菲特与某饮料赞助商签订了合同 合图中规定 球员禁止在赛场上 喝除此饮料赞助商之外的饮料 而洛夫伦违法了此规定 然后 克罗地亚足血便被罚款了 不知这笔罚款 最终是否会被克罗地亚足血 记在洛夫伦头上呢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克罗地亚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俄罗斯后 克罗地亚迎求功臣文将苏巴基奇 再后脱下球衣 露出了一件印有顽固对有照片的T恤 结果 苏巴基奇因为此事 被FTA警告了 原因也很简单 国际足联禁止球员在个人穿戴用品上 发布任何与个人有关的信息 如果说维达录敏感话题的视频 若被处罚 属于旧游自取 那么洛夫伦和苏巴基奇两人的经历 便有些小小的郁闷了吧 尤其是门将苏巴基奇 当他脱下球衣露出身上穿的那件T恤时 那一刻 所有媒体及球迷都被这位铁血硬汗所感动 这种行为让人称赞 只是人家国际足联不允许啊 人情是人情 但规定还是规定 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 对于国际足联的做法 还是可以理解的 任督